你好,欢迎来到雄义讲透资质通鉴第二季 上一讲谈到孟子和魏湘王的初次见面,留下了这样一个问题 魏湘王出身高贵,也没有生活在昏君家庭 怎么就没能被好好培养,以至于才一继位就望之不思人君呢? 细心的同学应该还记得,若干年前,齐国和魏国有过一场大战 魏国大将庞涓中了松病的埋伏,败死在马林道上 魏国太子魏深统帅的主力部队也被齐国击溃 魏深做了俘虏,终于没能活着回国 孟子后来在弟子面前议论魏湘王说他是不仁的典型 为了抢地盘,驱使自己不爱的老百姓上前线拼命 结果啊,杖打败了,死了好多人,尸体呢都烂在了外面 后来他还想翻盘,但生怕打不赢 为此啊,不惜把心爱的子弟也推上了前线 喊人家呢,送了命 孟子所谓的魏惠王心爱的子弟 指的应该就是太子未身了 跟正苗红的太子既然死了 也就只好再从太子的兄弟当中再立一个太子 按照继承法,有敌立敌,无敌呢立长 大老婆生的孩子叫敌,小老婆生的孩子叫树 太子本该是大老婆生的大儿子,也就是敌长子 如果敌长子死了,就离他的同母兄弟 只不过呢,战国时代竞争激烈 论资排辈式的传统继承法早就乱套了 所以我们很难推断,魏惠王到底是拿什么标准选定太子的 总之,这位魏国新太子原先应该完全没有继位的资格 所以呢,就没有受过继承人应该接受的一整套相关培训 临时赶鸭子上架,也不管他戴上王冠之后,望之不似人君 后来孟子离开魏国去往齐国 路上啊,远远的望见了齐王的儿子 深深感叹了几句 核心内容是这样六个字 居一气,养一体 意思是说,生活环境啊,太能塑造一个人的形象气质了 看看这位齐国王子,长得也无非是两只眼睛一个鼻子 他的住处,车马和衣服也无非是贵族通行的那一套 但他看上去,就是和别人大大的不一样啊 孟子因此想到了一件事 曾经,鲁国国君出访宋国,在宋国国都的城门下喊话 守门的人啊,定不知道他是谁 但很疑惑的是,门外这个人明明不是我们国君 却为什么说话的腔调,这么像我们国君呢 孟子找到了原因 相似的环境造就出相似的人 这段内容呢,成为古代教育的一个经典命题 让人明白搞教育,不是耳提灭命就够的 更要营造一个环境 让孩子在良好的环境里被自然的浸染出来 这个和孟母三千是同一个道理 魏国的新军魏湘王不知道是在什么环境里成长起来的 以至于被孟子很不待见 孟子大概很介意魏湘王的态度和谈吐 这也难怪,毕竟那是一个人才备受追捧的特殊时代 以孟子这种国际学术权威的身份 虽然排不上什么实际用场 但无论走到哪里 得到的都是众星捧月一般的待遇 大国诸侯 就算心里再怎么不乐意 这个表面上的恭维却都做得足 谁都不敢表现出半点怠慢 但这位魏湘王活得比较自我 在孟子面前既不在乎形象 也没有什么客套话 冷不丁的就抛出一个大问题 天下怎样才能安定呢 孟子在撰写回忆录的时候 特地记下了魏湘王当时的态度和谈吐 然后才是具体的对话内容 孟子首先给出了一个很简单 也很斩钉截铁的回答 原话是定于一 如果这话是对汉唐以后的知识分子讲的 那就麻烦了 能被解读出无限多也无限深刻的含义 但战国时代还没有那么复杂繁琐的思辨哲学 魏湘王更是一个追求实际 毫无哲学趣味的过勋 理解来的很表面很直接 把孟子所谓的一理解为天下一统 不再有战乱和纷争了 所以魏湘王的下一个问题是 那谁能统一天下呢 从常理判断 儒家的标准答案只有一个 只有圣人才能统一天下 怎么样的人才是圣人呢 当然就是姚舜那样的人 具备各种常人所不具备的优秀品质 因为光芒万丈 所以啊 众望所归 但孟子呢 给出了一个相当令人炸舌的答案 不爱杀人的人能够统一天下 从这个答案上 既见得出当时的总体社会风貌 也见得出孟子所特有的灵活性 大概在孟子眼里 早几百年的话 还能认认真真地期待下一个圣人 但当今的天下 道德已经彻底沦丧了 大大小小的国军们 没一个好东西 所以实际一些的办法 也只能是 琢子里边拔将军了 这就像学生考试 分数本身并没有多大意义 分数的排名才有意义 如果全班同学人人都不及格 只有你一个人考到了六十分 那你就是大赢家 同理 既然天下诸侯都是大坏蛋 都以杀人为乐 那么只要有一个 不那么坏的 不那么爱杀人的 注定就会成为赢家 另一方面 孟子的这番道理 也有因材施教 循序渐进的意思 眼前这个卫乡王呢 看上去不大上道 没法拿圣人的标准来要求他 那就索性给他一个 稍微垫垫脚尖 就能摸得着的低标准 让他先达到这个低标准了再说 卫乡王啊 追着问 如果有这么一个人的话 谁会追随他呢 这还真是一个相当实际的问题 不妨假想一下 假如卫乡王真的听了孟子的话 不搞侵略扩张了 结果会怎么样呢 大概率上说 周边大国更要欺负卫国了 卫乡王呢 很快就会丧失向心力 眼睁睁看着人才 要去外国建功立业 这普通老百姓呢 也要去外国谋生讨口了 这样一个世界 只有能打能抢 才能给追随者多分好处 才能召集更多更强的追随者 但孟子的回答是 人们啊 已经受够战乱了 所以 如果有这么一位 不爱杀人的统治者出现的话 天下人都会追随他的 人心呢 就像七八月份里 九汉的河苗 渴望雨水一样 孟子的这番话 给我们创造了两个成语 一是 配莫能欲 形容啊 大势所趋 谁都挡不住 二是 因领而望 形容老百姓是伸着脖子 盼望大救星的样子 因领而望的领 是脖子的意思 如果脖子连着头 就是手领 孟子的原话当中 还有一个词 需要解释一下 那就是 油然 这个词今天啊 还非常的常用 比如我们看到 五星红旗升旗 这个词好感啊 油然而生 但为什么 是油然呢 分明看不出 和油 有任何关系吗 其实油然的油 是一个通甲字 本字呢 是非常生辟的油 你可以在文稿里面 看看他的写法 但你肯定是 不认识他的 这个字的本意 是形容 树木萌生出 新的枝条 所以有萌生的意思 所以 所谓油然而生 就是形容某种事物 或者某种感情 像树木萌生枝条一样 自然而然的生长出来 孟子拿树木萌 需要雨水来打比方 有过农村生活经历的同学 应该会留意到一处细节 孟子说的七八月间 一直不下雨的话 树木萌呢 就会干枯 这时候如果忽然下起大雨 树木萌就会猛然间 茂盛生长 但问题是 农历七月和八月 都快秋收了 哎 问题出在哪呢 就出在今天 我们所谓农历是夏历 而孟子用的历法是周历 周历的正月 相当于夏历的十一月 所以孟子所谓的七八月 其实是夏历的五六月 正是核苗特别需要雨水的时间 历史上的历法问题 从来都很严峻 很棘手 不但关乎农业生产 更关乎政治立场 稍不小心啊 就会腥风作浪 孟子使用周历 就很容易被敏感的 儒家学者解读出 立场上的深刻含义 孟子一番雄辩 话呢 就说完了 记载啊 也就戛然而止了 更没有多提一句 魏襄盲的反应 但显然 魏襄盲 没有给出任何积极的反应 所以孟子果断地离开了魏国 东去齐国 寻找新的机会 居一气 养一体 就是那时候的事情 至于魏襄盲 就在辞职通鉴 下一年的记载里 他就联合了 记打诸侯 耀武扬威的 杀人去了 我们下一讲 再谈 下一讲 再谈